請各位等一下 來 開台 開台 今天來看一下有哪些新資訊 最主要是第三方 看一下留言 請各位等一下 好 呃... 這隻倒狂風我相信應該不用我特別講了吧 很碎啊 很碎啊 那在現場玩家他們是說的確是變形到位了 所以設計上的確就是這麼的碎 我覺得這次是蠻可惜的啊 如果說是以背面跟側面 所以呢 這隻倒狂風道後面啊 也有一個漫畫架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一下 這個叫做Artistan 很有趣的一個漫畫 真是的 這一款是鐵皮 這是之後的MP47吧 之後會出的探長 然後還有 尋逸者跟這一隻 異色版的啊 這其實是兩個頭膜 都在削這一隻 我覺得很...有味道啊 哈哈哈哈 真是的 為什麼玩具會這樣子呢 最主要還是他的胸前這個是為了要還原 他做了一個假的 那...真窗的部分他就藏在後面 但實際上也沒全部藏好啊 所以我就覺得他敗筆應該是從側面開始到後面全線崩壞啊 所以這一款MP45的倒狂風呢 我覺得你們可能要想一下 我個人是會收啦 我就是這麼自虐 好啦這是官方的一個 小的地方 雖然說食品還沒推出 但大家已經噴得亂七八糟了 總之這一款45號等他出我們再噴一次吧 然後另外的話是 Fib2Toys 他們其實也有分享很多他們之後會出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這一間場上我真的真心推 因為 從他們一開始出的一款那種恐龍啊 那種方形變形的 然後就變成一個方形 然後加上說跟之前的 Alien 就是那個變... 跟... 異形他們做聯名的款 之後的話其實他還有另外出他們自由品牌 像是犀牛啊 跟這個盒馬 這都是之後會推出的 我真的是非常推薦 如果說你們有興趣 買這種很可愛的小玩具 然後加上說他有一些變形的結構 那加上說變成方塊的時候啊 他的收納空間又 呃...不需要非常非常的... 呃... 大的話 這一款我真的十分推薦 那...當然他之前出的這個星星 我不太清楚這是怎麼出過 但我確定這一款是有出的 那之後還有出個再版 那我是不確定他是不是有改啊 這一款的話我真的是真心推 那...這個也是製作星星 然後後面的話他們有推出 今天要推出的這個是...算是棕熊嗎 他的背我覺得收的還蠻清...就是還蠻清爽的 但我不太確定他是不是... 遵循之前的... 呃...就是變成那種方塊狀 他之後的玩具其實看得出來 是有那種風格 但我...變形方式可能... 可能有大改 那後面的話還有蜘蛛跟這個...算是龍蝦 我真的很希望說他們之後可以出個組合包一次收起啊 因為我之前沒有真的一個一個去追 因為他包含他有出一些異色重塑版的啊 像是那個...麻將配色啊 還有很有喜氣啊真的 畢竟是那個...中國的第三方嘛 而且他們出了這個製作品牌 我真的是覺得說 如果說你們很喜歡這種很可愛的小的機器人 而且都是走這種生物型態的 這一款我真的是得推 然後這是...這算金魚跟後續 這一款的話比較特別 他比較沒有說這麼可愛 有一點類似鐵工廠的風格 OK 那這一款我應該是必收吧 目前這個上色劍... 我覺得還不錯 那他的變法應該是... 類似... 之前分享的那個... 剛才大家也有看到這個... 四隻...契額 這一款的話應該是即將出貨 我這一支也蠻推的 他其實...合體方式是... 裡面是有... 磁鐵 所以也不用特別去找洞叉 那加上說他的... 眼睛啊... 是可以... 直接... 扁... 這個不用拔叉 只有這一個... 黃關的...部分... 要另外... 另外插 這個... 這個... 大貨的部分... 網路上已經有... 照片了... 有相關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查一下 那之後的這一... 這幾款啊... 我真的覺得說很可愛啊 哈哈... 就是等他之後... 就是出貨以後啊... 我們再來... 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一支倒還蠻特別的啊 他應該是有... 類似... 剛才七二的那個變法 不過他是... 算是... 一盒兩支吧 應該有可能四支 不太確定 目前這一款的話... 可能會比較早 因為其他部分還是灰魔 好... 就大概是這樣子 好啦... 什麼問題嗎? 其實今天也沒什麼資訊啦 最主要還是... 後天... 2月15號... 禮拜六 欸... 明天初始耶 15... 15號... 15號是禮拜五 禮拜五的那個... 呃... 變金剛... 35週年特展 那個在... 池袋那邊 齁... 在會場上 我是覺得應該是不會什麼新商品啊 還有可能是一些... 呃... G1的... 一些回顧展啊 齁... 其實那個展覽在之前... 台灣有辦過 我不曉得他們有去... 逛過 齁... 我覺得那個... 呃... 展覽那個時候是辦在... 欸...哪哪哪... 我覺得好像是30週年... 展 我找一下 你突然...突然想到 有可能會這... 這一次跟那個... 日本的那個... 展覽會類... 類似啊 變金剛30週年 因為上一次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有... 有那個... 分享一些玩具到會場上 然後... 有一些... 還蠻特別的啊 嘖... 我覺得好像是台灣... 海安... 只是我不曉得台灣之後還有沒有欸 啊... 真的是齁... 呃... 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分...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也沒什麼新資訊啦 最主要是... MPM跟SS SS倒還好啊 最主要是戲局 戲局系列 呃... 已經... 差不多了吧 他們... 有資訊的通行都已經... 分享完了 有什麼問題嗎 台北特展吧 居然2015年 台北特展 啊...有有有有有 有 大家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這個... 這個特展有可能是之後 呃... 日本的 那個... 那個35週年特展 差不多意思啦 不過當時是2015年 啊...時間過好快 四年前欸 呃... 好像... 那時候是變金鋼士吧 所以有在推鋼索 就之後 然後... 我相信這個部分 應該有一些人有去合照過 那當然這個是... 都是很...很久之前的啊 那有相關的照片的話嘛 嘖... 海安 應該有不少人去朝聖過 我覺得應該有不少人去朝聖過 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 到時候台灣會不會... 還... 再繼續辦啊 嘖...不清楚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 想要去... 逛的話 其實之後的... 呃...禮拜五 禮拜五台灣... 不然... 那個... 池袋那邊 日本池袋那邊 還會有 還蠻... 還蠻特別的展覽 最主要是當時會在那個... 會場上會有一些... 比較... 難買的變金鋼啊 比較難買 好... 這個部分... 一時要找找不到 我只記得說 有一些是場景的照片 然後加上它的歷史啊 其實最主要還是當時的 圖創裡面是有很多玩家分享的變金鋼 有那種... 很... 稀有的 不過我這邊... 一時要找到片子找不到 好 差不多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總之這一款 Philip 2 Toys 我真心推薦 雖然說我本身只買過這一隻啊 但是... 我覺得它品質是... 呃... 還是... 還是推... 還是推... 其實不輸官方的品質啊 只是它有一些小... 小問題啊 我不曉得它之後再版會不會再做調整 那當然其他的部分呢 他們這些灰魔的設計啊 應該都是全新設計的 那會不會套用到這一次那個... 方塊的風格呢 我覺得應該... 統一過 應該會統一 好... 只是後面的話不行啊 不...不曉得它什麼時候會推出而已 海恩 好 差不多了哈 因為今天真的沒什麼思綫啊 嗯...網路上的話 其實大部分也是昨天講過了 嗯... 然後... 啊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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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好啦 差不多了 那如果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我這邊講錯的部分 再麻煩大家...留言喔 幫忙... 更正 好 那今天其實大概就是... 52Toys 52Toys跟這一個... 啊... 這算...這...這個... 這大概每一次吐槽一下就好了 嗯... 怎麼看都覺得有點可惜啊 因為如果說你要仔細看的話呢 其實它的設計上是蠻精彩的啊 那如果說仔細去看的話 其實... 你可以發現啊 它這個地方應該是呢 它... 載具上面的... 駕駛艙 好 那它當時這個... 甲胸的部分 應該是... 車底 好 所以... 這個部分呢 這個腳應該也是折疊 好 所以... 我覺得它的變形方式是不難拆 但是... 有點... 睡得... 太過分了 所以這一款的話呢 其實... 目前看下來 它的完整性真的... 有問題 哈哈... 真是的 X38 4.2多啦 台灣還沒發售啊 所以我不清楚啊 台灣是確定還沒有... 還沒有樣品啦 還沒有樣品啦 那國外的話應該是... 偷跑了 好... 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要等 台灣還是要等 總之我這邊拿到現貨 我再分享 沒意外的話應該就是3月的時候吧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不會偷跑 好... 這是國外38號 基本上... 應該人手一隻啦 最主要還是... 這一次產線... 好像孩子寶那一邊的策略吧 我不曉得 總之... 他們的產線好像最主要還針對國外的市場 那台灣跟中國那一邊 我覺得應該是... 會針對百貨公司跟大賣場吧 那一般玩具店的話呢 他們... 除非有特賣會又不來的話 會非常非常... 會拖非常久 像今天... 那個... 微城系列的馬格斯跟... 跟... 跟... 震浪波 河川上架啦 是今天才上架喔 今天多久了 2月13號啊 今天才上架 而且是少量上架 那如果說是... 在去年... 到那個... 星光山那邊的話 已經... 通常都是去年... 大家都入手了啦 好像... 隔了差不多兩個月 那個... 那時間是拖... 拖太久了 總之這個... 我覺得孩子寶那邊應該是... 他們有在另外... 另外調整嘛 台灣的部分應該都會偏晚 那如果說你們真的受不了的話呢 其實有... 可以... 嘗試其他... 購買管道啊 總之會... 拖很久就對了齁 這種玩具的部分我覺得還是要慢慢等啊 反正... 人品... 人品好齁 人員到了 時間到了 你們就自然可以買到了 不出G1爵士喔 G1爵士... 等啊... 官方不給... 玩家能搶嗎 不行啊 官方就是沒有啊 那如果說... G1一直沒出爵士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考慮... 考慮一下... 第三方的啊 有時候... 有一些第三方角色我覺得出得還不錯 最主要還是要看... MP的... 步調了吧 因為有很多第三方他們都會等到MP出之前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怕跟官方硬碰硬啊 因為畢竟你說... 品質的話 你要跟... MP系列硬剛 呃... 除非你要對自己的商品很有自信啊 那就發現說MP44啊 G1爵士要出之前 那個... 魔方跟... 跟... 跟另外一間 趕緊出 趕緊推 齁... 就是不要跟MP4是硬碰硬 你就知道說那個... 官方... 本身還是有品質的啊 G1喔 G1... G1爵士第三方幫他出啊 對啊 有推薦嗎 你說推薦哪一個啊 G1爵士推薦的... 基本上... 我...其實不太收欸 因為G1... G1爵士我... 我之前是收那個... 那個... IDW的爵士啊 那...那款我蠻... 我蠻推的 可是那個...其實... 又跟G1不太一樣 齁...爵士 是...玩具的 好像是... 第一集吧 應該...應該都會很多收過 那個... 那個... 啊...一時找不到欸 G1的話是... 啊...不是啦 不是IDW啦 是那個... 是那個... 30週年版本的吧 啊...放棄...找不到 我忘記是哪一台爵士啊 啊...這一台啊...這一台 經典日版爵士這一台 好... 我是... 額外找的啊 這我不曉得是哪一位朋友分享的 這一台...這一台 這台我是... 分享的 然後... 欸... 欸... MACTOY不錯啊 雖然說我沒有收 等一下... 因為... 因為這個... 因為我... 我也想還是... 比較... 針對... 官方的啊 像是... 比較常見的... 那個... UNIKE TOY啊 可能是之後... 比較... 晚近的玩家會比較了解的 那... MACTOY的話... 本身不錯 他... 我... 我覺得他們的... 品牌蠻特別的 因為我第一次看... 我看MACTOY是... 知道... 有這間品牌 是從... 他們之前出的那個 泰坦... 那個... 福斯啊 我一直以為他是日... 日版廠商你知道嗎 結果之後才發現說 他其實是... 中國廠 他只是把那個... 品牌... 收到了非常非常日系啦 MACTOY本身還不錯啊 不過我本身是還沒有收 可能是有收 可是我當時是對... 這個品牌不太清楚 然後其他的第三方的話... 呃... 還有什麼? 第三方的話我... 沒辦法 就是... 我之前就是收那個 阿對阿猛大帥啊 之前... 之前的話 我就UT 跟... 之後... 拖一握 拖一握的話 目前還沒有收幾支啊 還是UT是大眾 那第三方的話呢 還是要等他們之後的資訊 因為我最主要還是針對... MP系列啊 跟... 官方的... 其他品牌 喔... Fantoys Fantoys還好 是還好啦 那種都很老牌的阿 如果說... 呃... 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找一下相關的影片 喔... 最主要是我這邊手上沒有啦 喔...沒有啦 那... MT大力神還不錯 還不錯 嗯... 因為之前是... 我反而是比較推薦那個... 呃... GT大力神啦 那MT的話呢... 他... 之後會... 出... 黃色版本的嘛 跟那個金圖版 已經出了 已經出了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一下 應該是啦 我沒記錯的話 好啦 那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留言 幫忙更正一下 那我還是推薦你們 還是盡量問一些官方的阿 因為那個第三方 最主要是我這邊沒有什麼研究阿 對啊 大力神推GT阿 我... 我推GT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說 他的四隻筆阿 然後還有他的... 呃... 設計的一些... 思維跟美型 最主要還是美型阿 但如果說是... 他的設計幅度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大力神有非常多版本嘛 那好像是那個... 呃... 除了... GT之外阿 還有MT他也出過阿 MT的大力神也有 我記得好像... 至少有三到四家... 第三方有出過 那個大力神 那我找一下 MT大力神阿 這一隻... 對啊 沒印象... 沒有出錯的話應該是 MT的大力神其實也不錯 也不錯 也不錯 如果我們要收的話 真的要好好找... 找... 找一下 做一下功課 怕...怕買錯 啊... 然後還有那個... Toy... Transformer Club 應該是吧 TFC 其實大家都... 記... 縮... 縮寫 好啦 差不多了 嗯... 那...如果說是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最主要是第三方的話 我之後還要再... 放一下資料 我這邊並沒有說... 對第三方很熟 啊... 那MT系列的話呢 目前... 可能... 還要等到... 五月跟六月之後 啊... 因為相繼會推出嘛 那如果說是... 呃...最近的... 新品的話要等到... 九月 九月的... 那個... MPM44... 啊... MP44... 柯博文跟... 大王鋒 那後面的話呢 如果是快一點的話是... 今年的七月會先出... 那個... 微城系列的... 天火 好... 天火會比較早 T... T... TW大力神是最大啊 不一定... 這不知道 我不清楚 那如果說你要搜那種很大的話呢 目前我覺得官方的應該最大吧 官方的那隻大力神是最大 不過這部分可能就... 要等啊 好... 但如果說是... 以最新品的話呢 好... 以大力神 我覺得還是微城系列啦 微... 微城系列到2020年推出的那一款 好... 電影版的大力神應該會最大隻啦 OK 好... 差不多啦 總之這個玩具買不完啦 如果說你們... 要退坑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就是盡... 盡...盡早退 好... 如果說沒有這個覺悟要退的話呢 其實就... 就只能等啊 好... 等到完全出完是不可能 好... 只要官方還在 第三方會幫他繼續出嘛 嗯... 那就算官方倒啊 說真的官方不太可能倒 好... 我覺得第三方有可能還會... 還會比他先... 先倒啊 但事實上呢 呃...其實官方的玩具就賣不完了齁 畢竟他這個品牌是... 有多硬齁 你們...我想大家都知道 然後之後的話呢 那...大黃蜂... 的電影... 其實捷報嘛 那... 續集是肯定會出啦 好... 只是目前還沒有什麼新資訊 那聽說續集的話 應該是會針對柯博文 或是其他角色齁 目前不...不太清楚 但... 很明顯... 導演... 應該會換 那... Java's Knight應該是會... 擔任... 美術... 好... 美術總監 好... 這針對他們... 整個電影的... 呃... 就是... 門面吧應該 那... 至於導演是誰 目前還不清楚 但總之... 不會是Java's Knight 以... 之前的消息來看的話 好... 不過他們這一次算是... 做得還不錯 好... 給他一個GJ 好...OK 那...還有這個問題的話 再麻煩大家留言一下啦齁 那... 針對一些... 電影的... 好...問題 或是說第三方齁 第三方我可能不熟 再麻煩大家補充一下齁 這邊講錯的部分 再麻煩大家留言 幫忙更正 好啦 那...以上就這樣子喔 那...祝各位晚安了 掰掰